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今天是复活期第二主日 也是救主慈悲主日 对你来说,什么是真正的平安 让今天4月7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因宽恕得平安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一段圣言 正是纳迪州的第一天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 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了主,便喜欢起来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就如父派遣了我 我也同样派遣你们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虚了一口气 说 你们领受圣神吧 你们赦免谁的罪 就给谁赦免 你们存留谁的 就给谁存留 十二宗徒中的一个 号称迪迪摩的多默 当耶稣来时 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别的门徒向他说 我们看见了主 但他对他们说 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 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 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绝不信 八天以后 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 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 门户关着 耶稣来了 站在中间说 愿你们平安 然后对多默说 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 看看我的手吧 并伸过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做无信的人 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 多默回答说 我主我天主 耶稣对他说 因为你看见了我 才相信吗 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 才是有福的 耶稣在门徒前 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 没有记在这部书上 这些所记录的 是未叫你们信 耶稣是墨西亚 天主子 并使你们信的人 赖他的名 获得生命 感谢天主 耶稣复活后 第一次显现给门徒们时 说了两次 愿你们平安 第八天显现时 又说了同样的话 可见耶稣复活后 带给门徒们 最重要的礼物和信息 就是平安 人们所认知的平安 可能是无事 才算平安吧 既生活上 无困难灾厄 凡事顺利 才能从心底 说句 平安无事 但 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是信赖他 而内化的平安 是不被处境影响 不随外在变化 而牵动的 满全生命状态的 平安 福音中 耶稣显现的那一天 门徒们正面临 犹太公义会 法利赛人等 虎视眈眈的监视 但 耶稣所赐的平安 能让门徒们 即便面临到挑战 生命迫害 被鞭打 被舍弃的情况下 依然能很喜乐地接受 甚至愿意为耶稣受苦 每样事情都为耶稣而做 这就是在耶稣内的平安 你的内心是否缺乏平安呢? 或许 我们在成长的生命历程中 受到来自家庭 父母 朋友 职场某些事的伤害 烙印在内心 想到这些事情 痛一直在 如果 我们无法释怀 即便主日参与弥撒 领圣体 我们内在 仍没有真正的平安 耶稣一生 充满了宽恕 也邀请我们 要学习宽恕 因为 宽恕的果实 是平安 让我们一起 祈求耶稣 赐给我们 宽恕的恩典和力量 让仇恨 没有落脚之处 必得 内在的 自由与平安 让我们 因信耶稣 所展现的 平安与自在 吸引那些 未信耶稣的人 来认识他 并领受天主 所预许的 丰富生命 请品尝圣言 愿你们平安 那些没有看见 而相信的 才是有福的 也让我们 在生活中 活出圣言 对曾经 伤害你的 人 为爱耶稣 而彻底地 宽恕他 与他和好 最后 让我们 全心祈祷 求主耶稣 赐给我 内在的平安 让他人 在我身上 见到你的 恩典和爱 感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 降福您 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